由林鄭月娥開始 梁振英不屑 因為梁振英從來都不在這個制度裡面的核心 他一路走上層路線就是北京廣告辦 老平開始 所以我經常說破壞香港的力度之大 梁振英遠遠比不上林鄭月娥 比不上 因為林鄭月娥 他是清楚了按哪個制限去按制毀滅那些東西 所以你看到今天馬俊偉好 陳曼琪好 公務員Secret這些現象 這個就是表面的現象 下面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金融城市 那個建築鑼全部塌了 已經全部塌了 很簡單你看看 香港如果回復正常和國際通關之後 究竟香港的股票市場 那個股票還有多大 就是每天的成交量還有多少 就看到了 是不是已經是慢慢喪失了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覺得回不了頭的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其實它要靠一國兩制的Premium Premium就是你要有李柱銘 有肥佬黎這類人在 就是等於國泰 為什麼可以收 Pay Long Haar去Wanguver 可以比Air Canada貴這麼多錢 都是坐這麼久 國泰的Service已經差到這樣 Premium是什麼 你就要明白 香港的Premium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些共產黨的人 是很低的 水平很低的 真的 連李瑞環都會說 那個是紫沙茶壺來的 裡面那些茶漬 不可以這樣去剷掉它 剷掉那些茶夠之後 那個紫沙茶壺就不值錢了 現在不是下歌是滴 下這個牆水 不行的 這樣啡色這些殖民地的東西 擦乾淨它變紅色 再由個層油下去 由層油封住紫沙泥的氣孔 那你想問你怎麼沖茶 我有想補充 不值算 我覺得不應該少看梁振英 如果她不是開了頭 林鄭不會打破這麼容易 在已經打破了的制度裡面 去更加加深傷害 林鄭推送的速度是快 但是梁振英始終開了頭 例如2014年佔中的時候 為什麼佔中第三天在旺角 眾目規規之下 整班黑社會可以在警察眼皮底下 和佔旺的人士可以爆發衝突呢 然後不算佔中的時候放催淚彈 準備射像膠子彈 你DQ立法會議員 你DQ候選人 或者是開始用社團條例 那時候香港民族黨事件 所有事情都是那段時間開始的 我對泛民最不滿的 就不是大中華膠 而是你剛才說湯家驊的問題 為什麼一個政界公開的秘密 到現在沒有一個參與 在雪廠街那晚的人 站出來說回整件事 原原本本那晚的一個訊息 可以擺出來給我們看看 這個我覺得很大疑問 過了這麼久 都應該 機密文件 都應該解封了 過了20年 那時候有什麼 是2004年選舉 是 他有醜聞是真的 我覺得 我沒有內情 但我覺得 從很多泛民裏面的人的複術 湯家驊有醜聞是真的 而湯家驊的醜聞也是 在當時選舉 為了要得到這個權威 而去做了一些妥協 向某些掌權的人做了一些妥協 當時這個醜聞已經是 差不多準備出版了 就是我知道就是這麼多 究竟這個醜聞內容 是不是現在網傳這樣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辦法肯定那些 就是假消息假新聞很多 我覺得 究竟是不是真確呢 我就不知道 但我只是知道 當時看過這個醜聞的報導的人 有很多 因為已經是排了板了 這個就是我所知道的 但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他 真正變成一個賣港賊的原因 而是他追求權力 這件事 就是個人政治野心 我覺得反而是 你在香港從事政治運動 我覺得很多人說 我記得當年Chiro Wafin 跟我們說 你準備在野30年 1997之後 結果在野30年之後 後果就坐在監獄了 如果你是想有這樣的野心 要去掌權的話 就會一定會變成一個棋子 其實 因為共產黨就是利用這件事 去manipulate 剛剛梁振英的問題 我覺得 我的看法跟他有一點點不同 梁振英、馮偉光他們在外圍 一直去宣揚他們那套 但是 你說真正去執行 你看回頭 國教怎麼結束呢 國教運動 其實是政府抬起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反送中運動 不是這個2014年的佔中運動 佔中運動 佔中運動裡面 所以當晚我就在現場 當時的警隊收到的指示是什麼 就不會毆打市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很多防暴演習 也都看過政府處理這個寒農事件 警隊、機動部隊的部署 我都有一定的理解 其實 當日就是它驅散 很明顯的出發點是驅散 而不是拘捕和毆打 所以呢 在下角度 當晚如果看到 由文化那邊推進上來的 全副武裝的防暴警 是揹著長槍的防暴警 沒有毆打市民 我覺得這個是政府裡面 一個很清楚的指示 和2019年那個 是完全不同的那個部署 2019年的部署 就是在6月12日當日 中午 我還在現場做一個Live 我看到城寨有些朋友在這個現場 但我看到那些警察已經露出橙病的長槍 我就說大家快點走了 不要留在那裡 我說這次是離陣 原來林鄭月娥已經部署 叫他們穩定地方 再繼續開會過這條法律 然後用武力去鎮壓香港市民 我覺得兩個是有不同的 而導致到這件事的發展 走向一個香港這樣的大大局 有時候在歷史裡面一點的決定 就影響了往後的發展方向 就是因為那天的警方的暴力 而觸發到往後的群眾抗爭 而當日就是他給了一個死命令 就是一定要過這個法例 所以我說追完索子 將來寫這個香港歷史的章 一定要搞清楚究竟6月12日當日 其實哪一個人下命令 警方這樣的部署 陶輝也好 誰都好 其實他們收命令 他們一定知道 將來他們離開警隊之後 他們也有機會可以說出來 究竟他們收到的一個命令 政治命令是什麼 很明顯 梁振英當時來說 我不知道是誰下的 在2014年那個部署 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你看些細節看到的 只要你在現場 你observe警察的行動的細節 你看到 因為警察是幾個部隊來的 全部是講 command 的 指揮是怎樣的 第二 我就說那個傷害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處理香港電台問題 你看到 即使是馮偉剛那個年代 香港電台他也是 派那些鄧忍光的那些下去 很多節目還沒有去到 青槍閘 連根拔起 城市論壇這些 議事論事這些節目 全面將香港電台作為一個 由麥理浩年代開始 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個公民社會 討論的平台的角色 公共廣播的角色 全面摧毀 梁振英年代是沒有做這件事的 他只是對個別的人有意見而已 他主持的那些封閒節目 但是他不是剷了那些封閒節目嗎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 是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 但是現在李家超就不要說了 這個已經是直接管治模式了 屬於中共直接管治模式 就不關香港人的事 但是林鄭月娥不是 我覺得 林鄭月娥之所以 中共起用林鄭月娥 是希望林鄭月娥 去做一個 好像董建華下台之後 爭壇權的角色 去將個鐘擺放回去 去 engage 香港人 去做一些 engagement 但是林鄭月娥剛剛好調關著 拿了權力之後 他沒有做這件事 你想想他們上場的時候 是反國教和2014年送中運動之後 共產黨起用他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去處理這兩個問題 結果他把問題 再推向更極端 就是6.12了 我覺得有一些細節上的分別 我覺得很多人討厭梁振英 因為他的言論很左 很極端 有時候 但是梁振英是說了當做了的人 他說完就算了 當交了一張單就算了 他都知道有些事情 其實不可以真做 或者他做不到 可能沒有人幫他忙等等 或者只是人的能力的問題 但是林鄭月娥是什麼呢 他是掌握制度裡面的運作 然後知道他按哪個制 曾蔭權是什麼呢 他知道按那個制度是動的 但是他不去按 結果他坐牢了當然 所以你看到的 有些人步步高升 有些人繼續在那裡 無論是醜聞前身 什麼都好 仍然繼續可以掌權 就是因為他有些功能 是共產黨重視的 所以他會保住他 有些人當他發覺共產黨 不會保他 抓去坐牢的時候 就是根本上他已經沒有功能 或者他某些事情做了的時候 被政治清算 這個就是那個的後果 所以回顧整個港人治港的失敗 其實不是說道德 就是天滅中共這些不需要討論的 沒得討論的 這個是道德問題 是吧 就是如果我們香港人 能夠一起團結起來 起義就搞定了 這些不需要討論的 沒得討論的 我覺得 反而你信不信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是要 整個民主運動的反省 策略等等 這個可以討論的 怎麼去回應 整個變局 體制內體制外 究竟是體制外 還是體制內 如果看制內的話 還有沒有空間呢 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的 這個是 純粹是策略的討論 但是香港已經坐過了這些時機 你見不見到長毛 講得最多是什麼 二人一世年之後 就說為什麼我們不檢討 每一次抓住我們喝酒 就不要跟我說 他跟周景康那些人說 那些人當他傻 最執意去希望檢討 都去找一條出路的那個其實是梁國 因為他也是一個曾經是左翼運動出身的人 左翼運動就是信路線 信不斷檢討 批評這些 而不是靠自己變成一個道德化身 一計不成有生一計 變成政治騙徒等等 這些人 但是現在充斥著的人 就是這些人 在香港 不是在說藍絲 是在說藍絲的隊員 那你想一下 再怎麼走下去呢 你那些一個一個建築圖已經散了 這麼多年來 一步一步 擺放殖民地改革 所建立的公民社會 共產黨一夜將它全部摧毀 和1949年進入上海一模一樣 只不過方式不同 上海是軍管 當時 由陳毅負責軍管 香港不是 香港是用一個所謂 港英留下的 最充滿的殖民地體制 去鎮壓香港人 就是刑事罪行第九條第十條 如果你在這個 context 去看湯家驊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這個不涉及個人感情 也不涉及他的醜聞 我對那些是從來沒有興趣的 我只是看他做什麼 他以前有沒有這些醜聞 對我來說不重要 只要看他 今時今日在做什麼就知道 所以你問香港 其實已經死了 有聽眾說得對 不是死了 通尼拉說香港死了 Sam Sam說其實已經死了 其實已經死了 所以我說19 中國大陸反右運動之後 中國人的知識分子已經死了 以後的事情就是自動發生的了 因為不會再有人出來阻止得到 不會再有市民站出街頭去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不會再有專業人士 團體、記協、教協這些人 去反對這件事 就如中共進入上海一樣 他已經死了 死了 你見不見戴耀廷所說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香港已經死了 但是戴耀廷是一個很樂觀主義者 他仍然 因為宗教信仰 他相信拉撒路死後之後會復活 是不是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話 他相信拉撒路會復活 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個虛偽的制度 你說到這樣的方式去分清楚權力界限 就完蛋了 一國兩制的成功是因為他曖昧的 你想一下 就是和美國的模糊戰略是一樣的 海峽之所以維持兩岸這麼長時間的一個 相對比較穩定的關係 是因為美國採取的一個戰略模糊 Strategic ambiguity 對台灣我又不答應你會不會幫忙 你又不要搞台獨啊 陳水扁 你搞台獨我未必一定會幫忙的 引致共軍打你的時候 對著大陸就是你不要欺負他 我不告訴你清楚我會不會開拖的 你欺負他的話過份的話我會打你 於是他就變成一個平海神針 但是現在一樣東西都要搞清楚 戰略清晰的話就打硬了 我告訴你 跟一國兩制是一樣的 一國兩制是一個戰略模糊 跟鄧小平一樣 這些東海遊戲田開發 這些留下子孫才談 這些釣魚台問題 最想握戰略模糊的其實都是鄧小平 一國兩制就是一個戰略模糊 哪些是屬於一國哪些是屬於兩制 但是習近平要弄得清清楚楚 就是權力是轉秀的 由中央給你的 我隨時可以收回的 然後特首上去述職就要坐定定的 我就坐在中間 香港官員坐左邊 內地官員坐右邊 一起向我匯報 老江見 老董是怎樣的 大家坐在一張梳化那裡 面對面向著記者的 現在述職之前要寫報告上去的 所以就是你搞到這樣 變形走樣的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從來一國兩制都是一個虛偽的制度 你不要揭開給香港人看到 好了 繼續維持經濟繁榮 在桌底有些東西四四六六 大家拆掉它 這個就是廖輝當年做這個廣告辦主任的智慧 他的根據格言就是 香港就不是一團和氣 而是一團矛盾 但是矛盾就放在桌底那裡 包括一國兩制的矛盾 你放到上桌面就玩了 戰略清晰的話 那就曬了 大家曬了 大家曬了 激進運動的就會曬了 中共也曬了 他就會將他的戰略意圖 也不需要模糊 大家揭底牌 揭底牌的話 他就打你 就是這樣 因為中共的暴力 政權的暴力性質是很厲害的 跟社團沒有分別 他戰略模糊的時候 他還有一些顧忌 當他無所顧忌的時候 他的暴力本質就會顯現出來 制度上的暴力 用司法暴力等等這些手法 那你香港這一制 本來公務員是一個buffer 現在公務員都遷就完蛋了 所以今天我們所講的新聞 其實 冰山一角全部串得通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全部可以串在一起 所以我相信 大家都經常說 聽我們的節目好像很悲觀 我不知道你們的聽眾 聽你們做節目會不會覺得很悲觀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留言呢 其實 我們這邊很有趣的 大家都想聽一些認真的分析 我們想做一些欺笑露罵節目 例如星期一我們做大頭盔 反而觀看數比較少 所以我想 大家仍然很香港人 希望有一些對於事實的掌握 尤其是在謊言裡面 大家很渴望去掌握真實的資訊 我從我們花生台的觀眾的角度 或者那些節目的反應 的回應 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們都會做多些認真的節目 希望跟大家做多些認真的分析 也很感謝朋友 對這些節目的支持 我都要感謝 因為網上言論 總會是多 你剛才說的那種 以花生、花眾嘴種、標題黨 為這個賣點 就好像胡錫進 被兔主席批評一樣 就是為了插流量 大家就會 第一 愈來愈短愈好 第二 愈多生批愈好 反而未必有深入討論 我覺得 希望下個星期 我其實要讚一下土伯 土伯和世良做節目 其實經常扭計 不如休息一下 可以嗎 不如你來可以嗎 我們督促著土伯 他堅持到上個星期 結果這部電影就斷了 之後 現在就開始搬屁了 但希望大家 亦都可以多給一些意見反映 希望土伯回來 可以繼續督促他們的節目 我覺得兩個不同的 我之前拍過你 也拍過阿桃 但我覺得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 我和阿桃君行有很多 共同的政治經歷 在89年 89年之後 所以如果討論到很多 關於香港的政治運動 民主運動的歷史 前景策略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根本 是不需要準備的 我們根本 在我們的腦海裡 在我們的經歷裡 也都是我們平時 很多時候 我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出來喝茶罐水 打麻雀那時候 都是會討論的東西 但是和阿桑做節目 我覺得 就多一些是 站在一個客觀的時事分析 評論 或者去找一些有趣的題目 去提供一些 就是另外一些角度 那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出來的效果 都有一些分別 我覺得 是啊 就是 大家可能都分辨得到的 我就不太喜歡 說一些個人的 就是把個人的恩怨是非 放在節目評論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 集中在節目的內容那裏 也都是集中在節目的觀點那裏 有些人在土伯一出現 就罵他的 在我們的留言那裏 是啊 那我就說對不起了 真的我會刪除他的留言 原因就是 如果你是純粹是一種 謾罵性質的話 我覺得不適合出現 在我們城寨的留言那裏 那我就會刪除 remove了那些人 是啊 就是一出就罵那些 如果你說土伯的觀點 有哪個觀點不對 那大家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 譬如 香港激進運動 是可以更激一些的 這樣 那大家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 或者和理非可以 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千古罪人 那我覺得這些題目都可以討論 但就不是個人的什麼 個人的 因為很低的 你知道網媒裏面 仍然存在著很多這些 這樣 無論他幾張 盜罵案 也扮黃絲也好 實際本質是一個藍絲的人 永遠一發生事的時候 就整天 手指實先去攻擊同路人 那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和阿昌都 其實我對於這些這樣的 就是 網台啊 節目主持人呢 我就不討論的 其實就是我的態度來的 我連罵他都懶惰的 其實是 就是 不要令到這些人的知名度 有所增加 其實最主要是 那就focus在內容那裡 所以今集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 就 給我們一些意見 這樣 和阿昌做 也都很開心的 其實就是 我們停了節目一段時間 這樣 那阿桃也和我說過的 其實可以 有些時間可以 阿昌去參與我們的節目 這樣 我覺得也是可以令到 即是有 一些多元化的 即是 討論的方式 那樣 所以大家可以 多給一些意見 那今集收視都不錯的 其實和阿桃白一樣的 其實是 其實我一直在 好像和阿桃白做直播的時候 收視更少一些 現在八千多 其實是 阿桃白做節目的時候 大部份時間 我都在這 這兩個星期就放假 因為是 在後面提搶做 做床鏡人 或者做幕後黑手 我是存在的 所以一直都有參與 大家都聽到我的聲音 迷之音在後面 幕後的聲音都聽到 經常都會有 差勁不是避寒聲 就是 阿桃白的問題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我希望他這個 即是怎樣說 好像中國軍演 那樣 不要這麼快就完 即是持久一點 給點心機 大家邊拆一下他 希望他沒有補養 又沒有了 Web Spa可以去 這麼近 所以 很近去辦公室 其實是Web Spa 其實你問一下他 他可能今天借的意 做節目 因為他去過 怕你問起他 五百元到八百元 去哪個土餐 我認識阿桃 當然是八百元土餐 不用想了 一會兒空領權拿著這張單 喂 八百元這張單 阿桃會這樣說 吃東西 那Jacky問他吃什麼 吃海帶 我便說 今晚交功課 回來了 沒事了 沒事了 去吃這個 生物的生物 Lulu就是生物的生物 即是海藻 所以 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 所以我們保持一個在網台上的一種 就是我們希望一個自己的風格 這個風格本身也可以吸引到大家相近的支持者 我相信這個往後的發展 經過這個月的風波之後 其實往後的發展都會越來越清晰了 大家可能會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城寨台和花生台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張昌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下定期再見 下定期再見 對 一些換上台人 下定期再見 我們在估統中 2個星期再見 下定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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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